上你給我這個機會 你叫我 給我這個機會跟你們一起行腳 然後我也很感動就是說 師父為了我們這個疫情啊 能夠早日消退 然後我也是希望說 我們再多祈求一條 就是希望那個二屋戰爭早日結束 對我們也祈求這個 讓那些百姓免於戰爭的恐懼 還有恐慌 這樣子 因為我有時候會想想 然後就會能夠感動身受 看他在恐慌無助的時候 所以我想說 那我們就多祈求一條 好 有 對我們是世界和平 就是 每一個人內心都是光明的 對 只要是光明就沒有戰爭 每一個人的約定都能走 每一個人都能走 謝謝謝謝 那你早上走路的時候 那你早上走路的時候 你怎麼會感動 對 之前我還沒出家的時候 就看到心腳的師父 我就會頂禮 然後就會跟他們很抱怨啊 一直想哭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在想,可能是上一輩子我自己也是 然後我都很生,感覺那種激動 被解菌起了 從內心發出來的,變成哏樂 早上,欸,走 我不知道那個走的大概幾公尺,不知道啦 就那種喜悅啦 那種喜悅激動的那個感情啦 然後就掉眼淚啦 就掉眼淚這樣 所以法師師杯喔 因為您呢,身體呢 就是有這個所謂的糖分的問題 所以我們想說透過我們自身這個胰島素 其實我們本身很多人透過同體 那相對的我們也可以透過在行酒當中 將我們的身體呢,將一些不正常的真身的細胞 透過在飢餓的當中 但是它要超過18個小時,每天重複 其實我們自身有一個所謂的重新架構的一個機制 所以佛為什麼說人生難得 在佛法的浩瀚 就是它能夠重新架構 所以呢,我們祈願這支行腳 為了戰爭,為了疫情,為了世界,為了人心都能夠回到佛果 我們祈願風雨調順,國泰民安 這句是我們淨土我們的十三竹當中的大師 你看喔,他不是講風調雨順喔 風雨調順,國泰民安 風雨調我們至深,其實是點滴點滴的 改變我們維繫的習慣 所以祈願我們今日的行腳 能夠將戰爭小米不再恐懼害怕 尤其在疫情明白之後 都回歸西方的世界了喔 感恩,我們感恩所有的常駐法師 並吃著這份佛特的本懷 並吃著一切 借的美智,我們都能夠如理實行 落實在每個當下 感恩,一切平安